176 大公報A股優養生息重建需時間 2015年7月22日中國政權B06新萬宏園觀點 新萬宏園昨日發布市場策略稱 舊市政策系統性退出的預期 以及一系列許槓桿舉措益製料投資者風險偏好的恢復 但管理層穩定市場的態度也非常明確 A股向下同樣有底 該行預計 後市將大概率呈現波動幅度逐步收窄的優養生息狀態 用時間換取新主線的出現及市場信心的重建 市場維穩壓力依然較大報告指出 短期內主導風險偏好的核心因素在於管理層在多重困境之下的政策選擇 一方面 推進以清理場外配之為代表的股市去降干進情勢必行之舉 另一方面 當前市場向下距離兩融風險線加股權質塌風險線的雙重底線 並不遙遠 管理層維穩股市場的壓力依然較大 雖然中期市場將震蕩分化 優養生息以形成一致預期 但如何完成短期政策主導到中期市場主導的過渡 或仍有例於管理層的智慧 可以肯定的是 而股市場中期的關鍵此事重建 而重建需要時間 流動性方面 雖然舊市政策出台後 資金需求方 再融資 大小非減持都被控制 但資金供給方場外配資 以及兩融等受制於去槓桿 公務證新求受限於銀行渠道對於股票市場的謹慎 保險救市任務之後繼續加大權益配置比例空間有限 資金供需的新平衡需要重建 而這個平衡可能是一個供需均收縮的緊平衡 新曼宏員表示 當前市場最核心的問題是找不到新的龍頭方向 找不到系統性做多的理由 上半年正極一時的市值股市現已不被接受 資產管理行業需要重新的角度或挖頭資機會 市場整體的股值體系需要重建 雖然藍籌股無大泡沫 但國際視野下也不便宜 該行6月初建議均行結構資金超額收益過於突出 舊市資金可能有最退出的背景下藍籌股難免受到壓制 看好航空等高景氣行業行業配置方面 結構上很難選出景氣好估值又低的行業 已成為實質性大市值行業的軍工主題投資色彩太農 只能階段性剛起大旗 其他高景氣行業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車、醫療服務、機器人 90後消費、消費電子、農業等 主題方面 國企改革股價跌下來源供持股等推進會更快 第十三五規劃仍是下半年的主線 各股精選角度包括中部高增長、高送轉、 再融資和源供持股計劃訴求等 細功能 嗨 嗨 嗨 感谢观看